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与国泰禅县于15日携手在南港区陈德国小办理 行人安全友善带兼携手同行学习成果发表会 其中国泰禅县温翠柳副总经理向教育局捐赠 不意外纠察队安全教育桌游200套 由唐志明局长代表受赠 活动当天参与嘉宾和学生一起进行交通安全课程共学 透过桌游、AR扩增实境等互动 展现长者与孩子的交通安全学习成果 陈德国小为全国首创代监学习基地 该校112学年度开发了高龄者交通安全代监学习方案 透过各类活动融合交通安全五大守则及运动 让不同世代有机会共学、提升学习成效 唐志明局长指出台北市高龄人口已于55万 占全市人口数21.93% 台北也是六都中高龄化比率最高的城市 因此,市府特别提出 乐林学以多元方式推动长者终身学习 并将113年定为台北市的交通安全年 同时,市府感谢陈德国小 以及国泰世纪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对于乐林学习与交通安全教育的努力与贡献 翁翠柳副总经理表示 他们研发的不意外纠察队、桌游及 不意外自行车、UP街以增进交通安全为目标 希望透过这次捐赠活动 让更多人关心交通安全、响应公益 透过这次活动 台北市教育局期望能推广交通安全观念 提倡代监合作 结合民间资源 共创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